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工會不是永遠站在跟公司對立的角度 工會是可以站在幫助公司的角色 但是公司真的要正向的面對 這些基層的聲音 如果資方都沒有這個誠意的話 我們勢在必協 立即取得合法安全 要求之安 重視旅客權益 保障非安 改善管理 停止打壓 立即協商 立即協商 目的就是宣告 在桃園技師職業工會 不管裡頭的長榮分會跟華航分會 都同時取得了合法的罷工權 具有投票權的會員人數 總共是1426人 那在這當中 華航的會員人數是878人 長榮的會員人數是542人 那我們在除了華航跟長榮以外 還有其他航空公司 包括虎航等等 總共是有6人 那所有去參與這個投票裡面 1212位的同一罷工的人數 是1187位 所以等於是同一罷工的比率 是高達98% 那在剛剛我說投票人數 在佔這個 具罷工投票權的會員人數的 投票比例 也就是這一次完整的 整個投票的比例 是高達85% 那在華航跟長榮這邊 其實是大同小異 我們希望大概能夠在一個禮拜 有一些初步的回應 那如果這一個禮拜 真的沒有初步的回應 我們應該會在 我們之前初步 預計是在大概20號 會再發佈下一個階段的決定 在這個月的20號 那也就是下旬 那就是總統出訪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應該不是問工會 應該是問資方吧 各位媒體朋友有沒有這樣覺得 應該是問資方展現了什麼樣的態度 那工會才會決定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回應 所以這個問題應該是問資方 而不是問我們應該是去問華航 第二個問題是預告期的部分 我們已經再三的宣布 我們會有預告期 那預告期到底是多久 我們沒有預設 但是我們一定會先告訴大家 讓大家 讓社會大眾 有足夠的時間去準備這個部分 好 兩家 兩家是不是一起罷 這個東西 這個就看兩家談判的狀況 我們沒有剩餘地的立場 可能立場有一家罷一家不罷 一家先罷一家後罷 兩家一起罷 兩家都不罷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這個排列就是這樣子 那完全是看 完全是看大家 看兩家的資方他們怎麼面對 那同一罷工到高達百分之九十八 所以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各位社會大眾 都可以知道 其實這代表的是 飛行員的心聲 飛行員平常是很安靜的 但是他們透過這樣的一個 罷工投票的行動 展現了自己的團結跟決心 那在7月16號到8月6號 共22天的罷工投票的過程當中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從罷工投票的第一天開始 我們就一直在跟資方 展開一個拉鋸戰 因為資方透過各種不同的手段 不管是文訊也好 然後或者是在內部的文件的 網路上的問卷也好 都在打邀的會員 希望他們不要來投這個罷工票 保航公司呢 就已經對公會的這樣子 罷工 比起了像桃園遞月 比起了暫時公開的 甲屬分的申請 一邊 保航公司說 要跟公會協商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在這個 甲屬分的申請裡面 他是以什麼樣子的一個適用 他是根本職業公會 就沒有罷工權 換言之啊 他其實是在根本的否定 公會的罷工權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這對於所謂 極體有動權的一個漠視啊 對於勞工權益的 這樣子一個漠視呢 莫過於此 一邊說要跟公會協商 一邊說你沒有罷工權 而且呢 完全是以一種 在公會的罷工投票 還沒結束的時候 結果還不確知的時候 直接呢 以一個議策的方式呢 去認為會對 所謂的華航公司 到底怎樣有損害 而事實上啊 這些對於罷工 要進行 家屬分的 這樣子的一個申請呢 也不是第一例 之前啊 在台北醫院啊 104年 全自裁 556 和559號的裁定當中呢 就已經有講過了 基本上我們 除非是會造成呢 這種 完全不可回復的一個 毀滅性損害 不然的話 阿公本來就是會有一個 相應的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那 我們也相信 也呼籲 這個 法院這邊呢 會基於保障 保障基本權的這樣子的一個態度呢 將會去 夥回 華航公司的 他 出份的申請 資方一直在說 我們要包裹 非安協商 其實 並沒有這樣的事情 完全沒有 在勞動局的調解 都是一條一條的來 檢視 一條一條 來認同 在資方 是不是有辦法 對這個非安的事項來 改善 但是資方的態度都是 我沒有辦法 決定 我沒有辦法 同意你 我必須要有西文言語 也沒有任何的白紙黑字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的訴求 但是公司在資方 怎麼可以說我們有包裹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存在呢 我們發覺到的狀態 恰恰相反 是資方包裹式的 拒絕了工會的所有的訴求 甚至包掛跟非安 極其相關 在在場的官方的主席 都希望促成 這個 就是促成這個 資方 能夠同意 然後這一條協商 能夠達成這個 勞制正義調解 至少完成一兩條 勞制正義調解 過程當中 在那個現場 的會議幾度 都可以看到 資方的態度是 完全每一條都不讓人 基石公會在三年 三年前 二十五年中 曾對華航曾經 有過一次發行投票 那次的發行投票 有一些實質上的一些 工作條件上面的改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其實原本會擔心說 這樣的發行投票 是不是可以獲得會員的認同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的數字 幾乎跟當年的 發行投票之外的數字 幾乎是差不多的 那其實華航這邊 比較特別 華航的其實 訴求部分 其實比較多 多了二十八項 可是實際上呢 其實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的訴求是公司 然後對這個專業 對基石的尊重 然後對管理的經濟 所以我們很多的訴求 其實不見得對公司不好 但是公司從來不會 認真去討論 認真去考慮 認真去思考 到底我們的訴求是什麼 他們只是只要公會提出來 就應該要反規 在法院還沒有做準博的 這樣子的一個裁定之前呢 公會已經取得的罷工權 當然是毋庸置疑的 那至於什麼時候要去 進行罷工 那當然也會涉及到 就是我們跟 資方這邊的一個協商的狀況 還有幹部的決定 這邊要再一次重申啊 職業公會是絕對有罷工權的 這一個從我們的公會法 從1929年開始就有的 這樣一個職業公會 不會因為說呢 到了這個2011年突然出現的 一個新的叫做 企業公會這種處境案 它就沒有罷工權 任何關於這種職業公會 沒有罷工權的說法 我們認為都是沒有任何 任何這種說法 我們當然是沒有法律論去的 那麼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呼籲 雙方的資方能夠好好的 跟公會做下來好好的協商 那在8月下行之前 我們還是能夠開放這個協商的管道 那如果說雙方的資方 仍然漠視了旅客的權益 那還是也漠視這些飛行員的聲音 那我們還是持續用一個 非理性的方式來拒絕協商 或者是來打壓 用各種的方式 不管是問卷 甚至是法律的程序也好 那麼公會還是會選擇 繼續朝罷工的方向來努力 那麼我們也會在 另外則期宣布罷工的預期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會持續的對會員 進行罷工的演習 這個演習的話 純粹是針對內部會員的動員 我們希望在第一時間 當接到公會的指定的時候 會員能夠充分的配合公會的行動 那麼將我們可以預期 可能對實際的交通動線上面 會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這也是我們非常非常 不願樂見的一個部分 今天早上十點鐘 我們還有空服同仁在凱道上面 在為過去這兩三年來 他們從罷工之後 兩三年來被打壓的 這些同事們發生 他們會被遺忘的 勞工被打壓是會被遺忘的 今天如果我們的罷工沒有罷下去 最好是我們的協商成功 如果我們的協商不成功的話 我們失敗了 我們會被遺忘 我們會被社會遺忘 各位 從此台灣的勞工運動 一定會沉疾十年